很难话说老花一 为什么我看很多的人养花总养死 你能给我分享分享他们怎么养死的吗 其实呢这个我做了行业里面 做了今年第八年了 我从15年就开始接触花友 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关心则乱 你像我们这些个养花人眼中啊 包括我们卖花人眼中啊 都是观察这个植物啊 它如果说不干不缺肥 基本上我们就是不管它 就属于这种放生的一个状态 你比方说就尤其是我特别选 反正也是扔到这 我基本上从来没管没管过它 就哪天心情好了 我看看它的时候干了 我就把我那个 我就把我那个白开水啊 凉的啊 凉白开水或者是凉水 直接给它倒上一点 我不我不浇茶叶水 您浇水啊 就是一个重要的点 你不要乱七八糟的 浇一些什么咖啡了 牛奶了乱七八糟的 这个没必要 你就浇凉白开就行了 好吧 浇点自来水问题也不大 关键点在于什么呢 大家不要闲的门事 你总给它浇水 植物不需要 我跟你说植物要会骂人的话 它天天骂你 骂着你打喷嚏 它谢谢你 植物在略干一点的时候 它会自己长根系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很多的花肉呢 总是把这个花盆啊 跟这个盆土啊 用的特别的那种大 要么就是特别容易 积水雾根还天天浇水 时间长了就把根系给损伤了 你要了解啊 植物在人原生 在人野生的时候 长得都倍好 包括一些花肉 养狗和养猫 还有养鱼 都是喂死的 都是撑死的 尤其是我小时候 我特别喜欢养鱼那段时间 我买了鱼 我基本上都是一袋的鱼 才是给它撒下去 三天就翻白度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喂的多了 我反观我那个 我哥哥他们家养的 人家暑假出去打工了 玩起来扔到鱼缸里边 最后十几条还活了两条 连胃都没喂过 我到后来我就明白了 其实花这些东西和鱼啊 是一样 不需要你老去打理 你只需要了解 它跟人一样就行了 它不可不捏 你别浇水 你定期的给它试点飞行 不要用多 饿的点没有饿死的 不要闲的没事 老是换盆老是换土 好吧 该修剪的修剪 别的没事 我是老花一 杨花最难一 没啥事了 白了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ring s 爱 偉大的 偉大的